Hello 大家好呀 今天我又来朱氏口地铁站了 这边属于北京的南城了 上一次来这边是拍了一些北京的老胡同啊 今天到这边来呢 是想去天坛公园的 先到这附近找个地方吃个饭 现在是下午两点 还没吃饭 吃完饭之后去天坛公园 从地铁口走到这边 发现这边有个胡同啊 我在地图上看了 里面有卖饭的 这个胡同叫 药儿胡同 药儿这个字我查了一下 药儿是一种凶猛的肉食鸟类 类似于鹰 但是体积比鹰小 北京的每一条胡同啊 都有自己的故事 药儿胡同这条看似平凡无奇的小胡同也有传奇故事呀 民国时期的鸡茶队总部啊 一直设在这条胡同的五号院里边 这个院子还与燕子李三有关联 据说燕子李三多次被捉又多次逃脱 最后还是在五号院的房顶上被鸡茶队的暗探给捉住 燕子李三却有其人 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平津地区有名的飞贼 有侠盗之名 这条胡同在2021年当选北京十大最美街巷 胡同有点窄呀 停了电动车之后汽车就过不去了 现在来到了留学路 留学路其实和留学没有关系啊 它的本名是叫牛雪胡同 是宰牛的地方 后来用了它的谐音就变成了留学路 这条留学路上有很多正宗的北京小吃 价格比南罗古巷那边要便宜不少 比如庆祥摘的糕点 还有红记白水羊肉 最热门的应该是宫门口馒头店 这家馒头店门口一直在排着队 看到这边有家店卖快餐盒饭的 不太想吃米饭 找个地方吃面吧 在河北北京随处可见的板面 这有一家紫光源面馆 感觉挺不错的 进去看看 鸡丝拌面加卤蛋18元 吃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这家店免费提供大蒜 面里边另外可以加卤鸡蛋卤豆腐 卤鸡腿6块钱一个 我要了一个鸡丝凉面 就是加卤蛋那个18块钱 这个店里生意非常好呀 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 还有这么多人 这个面条上面有黄瓜丝 胡萝卜丝 还有鸡丝 浇了芝麻酱 还有一个卤蛋 分量还是挺足的 这面条吃到嘴里 第一口感觉好凉呀 不愧是凉面 这个鸡丝嚼起来有点硬 虎皮卤蛋 因为今天要去天坛 所以吃面没吃蒜 这有一家百年毅力 进去看看卖的什么东西 这边是一些面包糕点之类的 这还有威化饼干 北京果丹皮 山楂片 山楂条 这个是啥呀 咸菜 咸菜丝 这个店里还卖一些肉肠 卤味 熟食 门口还有一个立秋的海报 在留学路逛了一圈 现在骑单车去往天坛 穿过这条永定门那大街 过到马路对面 就是天坛公园的西门 来北京旅游必打卡的地方 北京天坛 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就是天坛的起年殿 你见过古代皇帝 跟上天对话的通信系统吗 你见过天坛里面 几百年前的回音币吗 听说里面还有一条鬼门关 胆子再大都不敢进去看 下期视频带大家详细参观一下 这个古代皇帝跟天对话的通信系统